好 诸位知识 诸位局势的种放长 我们今天继续谈禅宗勇佳吉 上一次谈到三圣见次 三圣是哪三圣 声闻原觉菩萨 那这个声闻原觉菩萨 声闻的果是什么 声闻是因嘛 果是什么 心参法师你是声闻吗 闻声 你是听佛法嘛 闻声而修行是不是声闻 好 那 你会证到什么 那真的阿罗汉出果二果三果四果 果是罗汉 罗汉是果 那原觉是因 什么是果 原觉果是什么 必知佛 必知佛是果 菩萨是果 什么是果 佛是果 所以菩萨是成佛的因 那什么是菩萨呢 如其根性本名 玄公宿住 学非博舍 解自生之 心无所缘而能利物 慈悲至大 爱见之所不拘 终日度生 不见生之可度 依亦其指 解惑同源 人法俱空 顾名菩萨 这里把菩萨讲得很厉害 菩萨真的是 就是这样子的境界 怎样叫做菩萨呢 有 这个叫做 地前的菩萨跟地上的菩萨 那地前的菩萨 就是发菩提心 那修什么 修六度万恨 那基本上呢 菩萨的观念是什么 菩萨的观念就是 根性 他的根 他的根性 本来 就是菩萨 本来就是菩萨 菩萨就是 你本来就是菩萨 那各位 你是不是菩萨 是菩萨 是菩萨 为什么 就本来就是菩萨 不用学 菩萨是一个天性 就是我 我就很自然就有那个悲天悯人 悲天悯人的性格 就不是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就没办法当菩萨 就很难当菩萨 但是你就是 你说 你说 你怎么想要帮助所有的众生 为什么会想广度 你也说不上来 你不用学 有吗 各位你有要学吗 你说我本来是自私自利的 所以我现在要来学历他这样 那你如果本来就是自私自利的人 会不会学历他 会吗 其实学不来 自私自利就是自私自利 很自我 就说奇怪你怎么这么好 你为什么行菩萨道 为什么这样 请许师为什么会这样 你说不上来就很自然 不是吗 你的人生就是 好像我这一生就是要来度众生的 这样 有没有 有吗 就是其实他本 这个根性是没办法去 就是那个叫做天生如此 那为什么天生如此 其实也跟自己的发心愿力有关 那玄弓啊 素助 所以你很难去解释菩萨 为什么可以做这样 因为你是菩萨根性的人 你去看自己的所有的想法都很 浑然天成就是很自然就会这样 所以菩萨不用学 菩萨就做菩萨就好了 你肯定你自己是菩萨就好了 那 要会想学菩萨 学当菩萨的 想学的 那个就是菩萨 他本来就是菩萨 只是他搞错了 你说像新牧师 你是菩萨吗 我本来很怀疑我是菩萨吗 这样 对我很怀疑啊 结果我怎么是呢 我明明就是很不像菩萨 不喜欢这个人类啊 但是他就是菩萨 他只是搞错他自己的定位 就是那个就是会这样 就是 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属于这种 慈悲为怀的 但是呢 有很多发心的因缘 那大圣起心论里面有很多 发心的因缘 有的是因为看不下去的 有没有 这个时代怎么这么乱 没有我不行 我要站出来 对 对他也是菩萨 这种也是菩萨 就是 就是你就觉得说 好像没有我不行这样 然后呢 或者是看到有观寡 孤独 背极 很可怜 觉得我要帮助他 你不帮助他 你觉得很难过 你自己有一口饭 结果发现 有的人已经倒在路边了 你明明就很饿 可是那个人他倒在路边 他没有这口饭会死 你要不要给他 你会给他 你就说 你就是会给他 你没有办法见死不救 然后你又发现自己能救 自己能救 你一定不会见死不救 不管你是嘴巴一直咸咸 就是一直说 哎呀我不是 我不想 我本来就不想这样 我不喜欢做这些事情 我不是菩萨 然后你就一直 手上一直救大家 这样 这个就是这样讲 叫做根性本名 玄公宿主 就是它是本具的一种根性 本就有菩提心 本来就有发菩提心 只是我们会被自己的 那个意识会障碍 会障碍住 学非博舍解自生之 就是你很自然而然 你就 你没有学哦 你就会 有没有发现自己有这个迹象 如果是 就是 你这些都回南天城 像昨天学金讲 提过来我怎么会 就会就很有悟性 就会很喜欢这种艺术啦 很有这种灵感 那也是这个 这不是学来的啊 就是要素式的 素柱啊 素素素来的灵感 还素式来的那种善根 它是很玄妙的 然后那个缘分 就会让你这样子 很自然就到那里去 譬如说像 像信参法师 他说我不知道 可是像你 会来学佛 你很奇怪啊 那么多小朋友 看到佛像 就只是看到佛像 那你就看到佛像 就会说 嗯 就很好拐 对不对 你来做佛好吗 哎 好哦 就这样哦 就是那个很 很玄妙啊 那 其实啊 那时候 建议法师 他是建一个拐一个 可是呢 他每一个都失败 只有你成功啊 你了解吧 有的根本就 不要这样 哎 你就说哎 好哦 所以你说那是什么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 素式的 缘分啊 那我们只是一直试 对不对 传神师父也是这样啊 要不要念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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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哎 他讲了80个都失败啊 每个都 不理他 然后他就直接先封锁对方 然后你们这几个就是 哎好哦 就是 没办法拒绝 你就觉得哎 好像师父说的事情 好像很不错哦 就来做了 是不是这样 那我就是要不要出家 你要出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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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哎就真的就好哦 来了啊 是不是这样 要不要 我们其实试了一百次了呢 一百次 一千次 一万次 哎 我们来行菩萨道 来发心 都是这样哦 一直试 你要不要 要不要 那就是会有人要啊 一定会有人说啊 他要考虑一下 他有点害怕 然后呢 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兴趣 或者是他的方向不一样 可是一定会有 会有同方向的 所以呢 他这个就是天然的啊 因为我们自己也这样来的啊 好我们自己想想看 看我们的发心 好像也没有 没有什么人劝我 有人劝但是很好劝 大家发现很好很好被劝发 那你就可以去劝发很多人 一定有菩萨会在这个世间 因为菩萨他是 会在需要被需要的地方 那心无所缘而能利物 但是你说他是来来做什么 来图什么 没有哦 菩萨其实没有没有说 哎我对这世间很喜好啊 很好要哦 那你说哎 就是这些色身香味触发 你真的爱到没有他们不行吗 也没有呢 好 甚至于觉得这个世间也 嗯 一般人追求的 你没有那么的好要 好 反而怎样 如果这件事情是可以 做公益 可以帮助别人 你就会愿意参加 你就愿意来走 好 有没有这样 其实 这不是就这样吗 大家不是这样来的吗 要不然我们来做什么 好 是不是 你们不是来帮师父的吗 好 那你为什么帮师父 好 其实不是帮师父 是帮三宝 对不对 好 那帮三宝呢 哎那三宝是谁 其实三宝就是 就是菩萨啊 就是 就是佛啊 那佛为什么值得帮 因为他是利益众生啊 他就是无私 他就一直在度众生 所以我们看到佛经里面 他都是一直在行菩萨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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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那你如果自己不喜欢这些故事没有被感动 你其实不会想要学佛啊 因为佛法远起烦恼 他就说 哎我不要去佛门 他一去就要捐钱 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会觉得一去就能捐钱 好开心 对不对 因为我可以贡献啊 我可以来当义工啊 我不只是捐钱 我还可以把头目脑水都拿出来用 那有的人是这样啊 自己有很很有 可是他会觉得自己有的 如果能够拿来帮助更多的人 很棒啊 那怕的是自己的不够好嘛 就是觉得自己的 没办法帮助什么 但是只要知道自己 而已的话 其实就觉得很开心 这样子很好 就是有点像 上一次我们去 这个礼拜要请导演 三次去看他 去拜访那个导演 然后他就出了一本书 天下杂志帮他出一本书 就看了他的这个社会的经历啊 那他这一生的经历 那得奖了之后他却到偏乡去 帮助很多很多的 那个小朋友 学校 那他做了这一些事情之后 天下杂志呢就帮他取了一个书名叫做 这个世界需要傻瓜 然后他刚开始看到这个世界需要傻瓜 你怎么取这个名字 那我是傻瓜吗 他已经问出反射 后来想一想 嗯的确他真的是那个傻瓜 那为什么 因为傻瓜就是他不会算 他不会计较说 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我会得到什么 我们即使会计较也不会 也不太会算 你那个付出再回收 那你要去永远去算 你就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算计算太多 你到最后呢 你都还不知道 那个就是 你都不知道你现在这样投进去 你算你不一定会回 很多人很会算嘛 是不是 他算算算半天 他的结论就是他不要做 因为他感觉好像没有把握 他不会回收 那我们会算一下 因为要算什么 要算说这样子会不会 那个做不下去 那所以要有基本的设想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菩萨呢 菩萨他根本没有在算的 他说有需要就做 有需要就做 就一直发心一直发心 那会不会回收 哎先做了再说 如果你的性格是属于这种 先做了再说 先把它做好再说 那你就会看到 一个很奇妙的状态 就是世界会随着你的发心 会转 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要做 你就开始就去做 勇往直前 然后那个傻瓜 就会吸引到其他的傻瓜 这样 就大家就 慈悲至大 就是 慈悲是最大的力量 利他 就是一个最大的力量 让众生 离苦 这件事情是 我们自己也会离苦 我们也需要离苦 然后既然 要离苦 那就大家都来 就是解脱嘛 都走这条路 所以慈悲至大 爱见之所不拘 他就不会局限在哪里 局限在你自己的 我爱着自己 因为我如果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每天都一直在想 我这样子拉他一把 我会不会扭到 你就不会拿东西 你不会搬东西了 有没有 如果这个东西是 师傅在搬东西 然后我搬不动 大家看到就跑过来 谁会跑过来 心境师就跑过来 说要帮师傅搬东西 有没有 可是心境师他是可以搬的吗 他自己就不是那个 不自量力 有没有 但是他就会看到 师傅在搬东西 我要赶快去帮他搬东西 你的那个念头 有没有想到你自己的腿 没有啊 是不是就忘记自己 有腿这样 有断过腿 对不对 就是那个心是这样 那我们以前可能 还没来学佛 你不知道有佛有法有僧 那你的心就会在 你是孙子啊 孙子跌倒了 你赶快去抱他 你都不知道你的腿受伤 那个念头就是 当你要立他的时候 你就会忘记你自己 会忘记自己啊 那但是我们有时候呢 在生活中 比较少想要立他的人 那现在呢 来修行心菩萨道 你想要帮助的人变多了 你几乎每天每天 你就觉得众生都需要被帮助啊 这时候呢 你自己 就会爱见 就会减少 爱自己啊 然后呢 有偏 有我见啊 那个爱见是什么 就是慈悲 很狭隘 就叫做爱见 叫爱见大悲 什么叫爱见大悲 就是 因为爱才有慈悲 那个就不是真慈悲 因为我喜欢他 所以呢 我就很对他很好 那是狭隘的哦 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但是我想要对他好 这叫做慈悲 不管这众生跟我有缘还是没有缘 好还是不好 他可爱不可爱 我喜不喜欢他 我都是能够 只要众生有需要 那你了解吗 所以就是说 哎我们要供养啊 那有时候呢 会有自己的计较 那个计较有我自己的标准 我觉得这个人值得被我供养 那这个供养叫做爱见供养 因为我喜欢他嘛 好 但是如果是哎 他是哎 我们对所有一切的 啊 这修行人我们的普遍供养 普通供养 那你就是那个就是平等的供养 好 了解吗 所以各位 哎 你们出家 那有很多居士呢 他就是 譬如说新闲师你去买菜 是不是有时候 那个会有居士来供养 好新闲师 有没有 有没有人会来供养你 你出家之后 有没有遇到有人来供养你 没有半个人吗 没有一个人吗 你有被供养过哦 那个人不认识你啊 只因为你是师父哦 有没有人这样 有没有自己有没有被供养过 没有不认识你的会供养 有没有人遇到不认识的供养你们 有嘛对不对 嘿不认识 为什么 他是因为是师父 就是一个师父我就跑来供养 不是这样吗 好 所以其实是说哎 是师父啊 所以他供养 不是因为哎 我认识你 也有人是因为认识嘛 那天师父在吃饭吃一吃 为什么跑进来一个居室来供养 好 然后我就说哦 以后我要坐在窗边 哈哈哈哈 不是 那个就是 就是那个 就看到师父嘛 的确是这样啊 有时候我们在 那个 小贩啊 摊饭上啊 吃饭 就真的有人是看到师父 就会跑来供养 那 这是 就是 这个就是慈悲 爱见大悲跟慈悲 好 不太一样哦 还有最大的慈悲 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他不只是对师父供养哦 他对所有的人哦 所有的众生 都平等的 好 那这时候就是 爱跟见 好 或者是有爱的见 好 就不会拘束他 那个烦恶 那个烦恼不会拘束他啊 终日度生不见生之可度 一亦其指啊 这个一亦其指解获同源啊 就是 不管是 一 一种 啊 一种法界叫一 一真法界 好 一真法界就是什么 不管什么人他都是 一念心嘛 我们昨天在讲那个楞严经是不是讲 性中相知 用中相悖 好 就在讲一跟意嘛 好 那一是什么 一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的 就是一 好 每个人都有佛性 动物也有佛性 一切都是 好 就是万法归一啦 好 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 大家都是平等 好 你有佛性 我有佛性 老人有佛性 小孩有佛性 男众有佛性 女众有佛性 没有不平等 这是一啊 那意呢 意就是不一样啊 就是谁比较厉害 就有 有的人翻白厉害 有的人打坐厉害 好 有的人行菩萨道厉害 有的人唱歌厉害 好 那就不一样对不对 好 那还有什么 每一个人的身份不一样 地位不一样 种族不一样 长相不一样 有没有都是不一样 所有的不一样 都是一个形象上的不一样 作用上的不一样啊 好 有的人个性不一样啊 做事方法不一样啊 是不是都不一样 其实都不一样啊 你要讲 在用的时候都不一样 起作用都不一样啊 甚至于一朵花啊 他要开啊 他今年的开这个样子 明年会不会开一样 好你仔细去看 都是同一种花啊 同一棵树啊 我们是不是很多牡丹花都开了 那你去看 他每一朵都不一样 他是长相都不一样 这就是 虚拟的世界跟 现实世界不一样的地方 真花跟假花不一样在哪里 假花都一样 都长一样 有没有 他都会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他都一样 最多就是 多了一点灰尘 但是他都一样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真花呢 他第一天到第十天 他就不一样 他会臭掉 他从香会变臭 有没有 然后他会从小变大 然后又变老 就是你是真人还是假人 你是真人嘛 所以你会不一样 每天都不一样 从早到晚都不一样 会翻脸 会变脸 对不对 会不一样 那 从第一个 时候 跟到最后一个时候 都每天每一瞬间都不一样 那叫意 所以你不要说 奇怪你怎么不一样 你自己本身就不一样 不要怪别人都不一样 是不是 你变了 那有变好有变坏 但是 那个变是 很是正常的现象 就无常为常 它是正常的 但是呢 虽然不一样 花开的方式不一样 花开的方式不一样 时间也不一样 它每年会不一样 有时候早开 有时候晚开 看温度 看气候 有时候还看心情 那个花有心情 是不是 那会不一样 那 但是会开的这个 开这个动作 生生不息的这个动作 是不是一样 我们的心 能用 能看 再也能见 再耳 能闻 见闻觉知 其实都是一样 都有这样子的功能 但是 看什么 看到什么 怎么看 不太一样 是不是这样 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 不一样 看了之后的感受 不一样 所以叫 一跟一 其实都是 对菩萨来讲 他在那个境界里面 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样 但是也都不一样 因为众生都不一样 他的表现出来的个性不一样 所以他的方式就会 就会怎样 就会千百一化身 就要不 很不同 那 可是我们通常 就是 一个人会有一定的风格 会有一定的风格 就昨天 那个 那个我们去开会 然后那个 我们的建筑师 景建筑师 他就给我一本他的作品 作品期 那作品期了之后 他就在介绍他的作品 我就看 这作品很不错 他就跟我说 他前几天拿去给一个朋友 新认识的朋友 给他这一本作品集 然后那个人说 你这本作品集里面的每一个建案 怎么都不一样 风格都不一样 那我就说 他感觉他以为是人家在批评他 批评他说风格不一致 或者是请别人代笔 他我就说 你这个是很厉害的建筑师 因为很多建筑师的风格 一看就知道 那个是 那个是Zahati的 然后这个是什么 那个清水魔 那个叫什么 安藤中雄 只要看这个 这个应该安藤的 应该那个是什么 都有个风格 对不对 那你都没有 都不一样的话 表示你是什么 其实是菩萨 菩萨风格是这样 应以 应以业主身得度极限业主 你遇到什么业主 业主喜欢什么 你就可以画出什么 这个才是厉害的建筑师 他一听 哇好开心喔 真的吗 我是那个菩萨吗 我是那个牵手牵眼的那个吗 我说对对对 那就是啊 因为 这个是无我的建筑师 才可以做到 有我的 都是我要画出我的样子 是不是这样 其实是这样 所以你看我们在画佛像 跟一般创作不一样 一般创作就是你想画什么 你就画出你的样子 可是画佛像的时候呢 你画佛像是不是规定 一定就是要用描的 对不对 你不可以创作自己的佛像 你说佛像那个眼睛啊 要画的像那个单眼皮 不可以 就是 因为我们是单眼皮 我们就喜欢画单眼皮的佛像啊 我们 我们是那个胖胖的 我们就喜欢画一个胖胖的佛像 那其实佛像就是长一样 都是三十二像 八十种好 他是统一的 他统一的好无聊哦 这不是 统一的是 因为他修行功德圆满 他就有那个圆满像 可是他在化身的时候 每个人心中美丽的佛像 不一样哦 他会照你自己心里面最喜欢的样子 会长那个样子 你的佛是不一样的 好 是不是这样 好 像 心善法师做的那个佛像 就有他的样子 一副 拽拽的 就是 就是 有点 嗯 不太想要理别人的那个佛像 好 那 心智法师画的佛像就是 我 我是一个 孤独的 孤独的活着的佛像 孤独的活着的佛像 他有一个 那个自闭 自闭型的佛像 啊 他的佛像啊 在 在他后来快出家的时候就有 要出 快要出家的佛像 好 那下一次大家来看看他画的佛像 好 好 然后有的呢 哎 就是你要知道呢 我们在做很多工作 其实有 有很多时候 是展现自己 展现自己 就是有我的风格 通常我的风格都会定型 会固定 会固定 会有一个固定的样子 好 人如其名啊 然后你在做什么事情 也都有一个样子 其实那个中 中 这个 这个 这个归根结底啊 他还是有局限性的 因为你就没有办法 多元 你没有办法突破你自己原来的 那种样子 好 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呢 喜欢有这种个人特色 他会欣赏那个个人特色 也不一定会欣赏啦 就是 你欣赏就欣赏 不欣赏就不欣赏 就会有很多 这样子 那 但是呢 如果你是菩萨的话 你是菩萨 其实你会多变 你的变化是根本 你没有你自己的样子 你是照 需要什么样子 你就可以是变成什么样子 那个才是真正菩萨的厉害 所以他会一意其指 什么意思 因为他就 各种化身 你可以说 这个是菩萨 那个也是菩萨 是不是 应以宰观生得度 极限宰观生 应以 平男平女生得度极限 平男平女 就是你是菩萨是有钱还是没有钱 那要看 他要度谁 好 是不是这样 那度有钱人 你就是有钱嘛 你要度没有钱的人 你就是没有钱嘛 所以我们自己就要知道 菩萨的一种状态是这样 你可以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 所以你就看 花烟精 你就会看到佛的富贵 好 丰富 那你也可以是很简单 完全一无所有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什么 金 金当金 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没房子也可以 着衣磁波 然后就在那边陆地而坐 是不是这样 所以各位 你可以吗 你住乐山也可以 然后你要在台北住豪宅也可以 然后你要住皇宫也可以 有一天要住皇宫 我们的保延产社盖得像皇宫一样 是不是 你也可以住 住得起 可是有的人他会偏 他会觉得不行不行 我们不能住在这么好的地方 我承受不起 是真的 那事实上还是你的分别 你承受得起承受不起 是你的心足不足够有这种定力 你在哪里都安乐 你如果承受不起 太苦的地方你承受不起 太乐的地方你也承受不起 因为那是心没有安住 心如果安住的话 在哪里你的心都可以 都可以 不用去调整 不用去适应 你的心是在一个很稳定安稳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菩萨的发心 中日度生他已经在每天都是举手投足都在度众生 但是他没有说我在度谁 没有一个众生可度 人法俱空顾名菩萨 人空法空 这听起来都很抽象 但是我们自己看 在平常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心有在想说 我要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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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刚刚开始会 刚开始还不会修行的时候 你每天都会想 到底什么叫做修行 是念经是修行吗 打坐是修行吗 你还在思考 还在选择的时候 你就还没有修行 你到每天都是举手投足 穿衣吃饭 你都是在这个心上 心都保持 无念无助无微 心就是一直是心无挂碍 其实每天都在修行 只是没有一定是坐下来才叫做修行 你走路也在修行 扫地也在修行 所以我们才讲 住在乐山 你每天在呼吸空气 你也在修行 什么时候不再修行呢 每一个瞬间都是 那出家了之后 现这个出家乡的之后 你连睡觉也是在修行 行住坐卧 所以这个就是 你也没有修到 没有说我在修行的那个心 那怎么修 就是其实就是 碰到烦恼的时候 才会感觉 我好像有在修 或者是没有在修 那平常呢 没有起念 你就很自然的 在这个心上就在修 那每天每天日久公生 其实每天 我们看起来好像从早到晚 就是一直做功课做功课做功课 然后听法 然后做功课 那其实有没有差别 有哦 你每天跟自己在一起 你不知道 你没感觉 好 那久久看一次 久久看一次 你就比较明显 有没有 好 所以呢 我们到11月的时候 要回高雄 你要办那个花言法会 那这时候呢 很多居士很久没看到啊 就会 哎呦师傅你们很不一样的哦 是不是这样 那其实呢 居士看 你要告诉他说 那你也很不一样的哦 你老很多了哦 这样 你要这样子讲 你不要这微信之都说 哇你很棒哦 你都很不错 没有在修行的人 就是不不一样啊 他也不一样 就是会很不好的那个不一样 老很快哦 然后呢 如果大家说 你们很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说哪里不一样 他会告诉你 荣光焕发啊 然后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有没有 哎就是那个气场不一样哦 那刚从仙境回来这样 是真的哦 那你就 你不要说 没啦没啦 你要跟他说 你看 真的很好哦 你也要来 要不然你看 你都凋谢的好快哦 这样 一朵花 人脑珠黄 是真的啊 那有时候呢 因为 世间就是烦恼多 每天都是忙 那忙来忙去呢 的确也真的不知道在忙什么 他的放不下 永远也放不下 也没有看他 放下多少 然后就是哀声叹气 大概是这样 挂碍的大概都差不多这样 好 那 哎 我们就来看 这个菩萨的修行 缘其所修六度而为正因 那菩萨的行 他前面讲的是菩萨的发心 发心就是他 根据的自然的 就是要利他 那 但是呢 要怎么利他 所以他有一些方法 那很简单啊 就是布施 对不对 好 布施怎么布施 各位你有没有在布施 可以布施什么 我们出家布施了什么 是不是把人都布施出来了 有吗 各位你们 你们有没有把身体都捐出来了 所以头目脑髓啊 有没有 你头哪来了吗 头有来吗 头没有来喔 你只有身体来出家 你的头没有来吗 头有没有来 有啊 好 眼睛有没有来 好 头目脑髓都来了 整个僵尺身心 都来了嘛 是不是 那你不管能做多少啊 或者是 每个人的特质都不一样啊 啊 是不是人都来了 那这不是最大的布施吗 所以为什么出家的功德最大 因为你你整个整个人都来了啊 你就住在这边啊 那来这里就是一种布施啊 因为这道场里面 是不是全部都是大家的事情 所有的事啊 谁的事 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十几个人喔 不是十几个人的事啊 是大众的事 十方的事 看得到的是人 看不到的是什么 这里有没有很多 是喔 什么 很紧张 不要紧张 十方众生 众生 你也不知道到底有谁跟着我们一起在修行啊 就有龙天护法 有地旗神灵 有妖精 有精灵 鬼魅 还有很多蚂蚁 有没有 就一切众生嘛 一切众生 有人啊 人也会有啊 有时候有人会路过啊 来爬山啊 也会看到有法师 有的是专程来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越来越多 那当我们今天在这里修行 今天早上不是讲那个黄龙祖师嘛 这黄龙祖师呢 山不再高有仙则灵 只要有一个修行人 在这座山修行 这座山的山气就不一样 好 那乐山会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有道场 道场 那有大众都在这边 每天都在用功 有没有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啊 你问惠文他在十年前 欸不是十年前 八年前嘛 八年前来的时候 他这里不是 是一样吗 你这次再来有不一样吗 你有感觉不一样吗 啊一样呢是什么 不一样是什么 你的你有没有觉得 欸有很多 一种感觉很不一样 那个气场很不一样 好是不是 对啊 好 来来拿一下麦克风 分享一下你在这边 你才住一个晚上哦 在同一个床 同一张床上睡哦 不一样哦 不一样是以前要付钱 现在不用付钱 对不对 有什么不一样你讲一下 模模糊糊也没关系 不一样的感觉 真的就是 嗯 那种感觉 其实哦 这次来感 躺在床上真的是很感慨 因为早起的时候跟着师傅过 欸也是跟着师傅过来 好啊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热衫的话 也是刚好要建设 然后这次经过欸多少年了 六八年 八年哦 六三的话应该是到八年 七年 七年差不多 然后这次回来你看法师好多了哦 嗯 我是跟法师坐在一起的 哇那种感觉真的就是不一样 嗯 嗯 嗯 真的哦 就是啊越来越 越来越多 以前呢 欸我们就 就是这个原来是一个民宿啊 那民宿 你要去世界各地 都是住民宿嘛 住饭店 那就是差不多 饭店就差不多 就是有床啊 有冰箱啊 有什么厨房啊 就是意识住行 有一个设备 欸现在呢 民宿变道场哦 然后呢 欸每天也是住在这里啊 同一间房间 你也是在那边休息 也是在那边睡觉 但是呢 欸 就因为呢 是在道场 所以睡一个晚上跟 睡在民宿一个晚上是不一样 睡在道场呢 一个晚上哦 有功德哦 啊睡在民宿呢 欸 那一个晚上就是跟一般平常睡觉一样 所以我们讲啊 民在大庙睡觉哦 呵呵 就是在道场睡觉哦 因为你的心不一样 哦 布施啊就是这样 敬 他在讲 敬命请差哦 菩萨的布施哦 就是敬哦 可以用的地方都拿来用 这条命啊 这条命啊 最多就是这条命嘛 哈 那行破法师以前在家啊 哈 是不是 每个人都是在家嘛 在家也是很拼命啊 我也就是一条命啊 啊 拼命工作啦 为家庭啦 啊 为自己的理想啊 啊 现在出家呢 欸 也是这条命 但是你说 这个 除了自己 为自己的家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家 就是佛的家 菩萨的家 菩萨的家没有没有疆界 现在大家是刚出家哦 所以在这边赶快 要要把握 就这这一两年哦 就赶快能学的 赶快学起来 因为要怎样 要那个哪个地方呢 有需要就要走到哪里去 快要解禁的呢 好 疫情一解封啊 哇 这不得了 你想要去哪里 不是想要去哪里 是哪里需要就哪里去 好 所以慢慢的呢 就会有 这个弘法的需求 那 如果 需要的时候呢 才来学 来得及吗 来不及哦 现在学的 随时都可以用哦 所以各位 要赶快学好 学好的就是 有机会啊 就是想尽办法 不够 就再修就好了 就是把自己的 好 就是把自己的 税值嗯 Pascal 把他就是用尽啊 较尽 尽量尽力 寺尽就是尽命 捷材 好 倾 sz 这是行师啊 行視 此界呢 此界则极裸五范 好 极裸五范 就是此界是连 最小最小的 基罗就是小 叫图基罗 图基罗就是小小戒 什么小小小戒 譬如说 走路 跳着走 你们会跳着走 有时候很开心 就是要用跑的 然后跳着走 跳着走也不行 出家人跳着走 有没有威仪 有没有 你说跳着走 犯戒 一般人 他就是很开心 他就跳着走 有没有 有的还会在那边翻跟斗 出家人可不会翻跟斗 你说 新颤世我是四小龙 然后就在那边扭来扭去 然后还在那边旋转 倒立 那这个是什么 这叫图基罗 就是没有威仪 就是这样 这是小小戒 那吃饭呢 一边吃一边 含食语 这个心战师 那个 你居然吃饭 好像整个嘴巴都是饭 我的嘴巴有没有都是饭 然后我的饭都喷到你的那边去 这个是什么 这叫没有威仪 吃饭的时候要威仪相续 不可以含食欲 有没有 我今天给你东西 用丢的可以吗 我不可以 所以这个都是很小的事情 可是我们会这样 有没有 方便 那走路呢 走路呢 你现在要过 过道场 就穿过去 这样 这样比较快嘛 是不是 绕一大圈 很麻烦耶 是不是这样 这都是什么 这就都是图基罗 小小小小小介叫威仪 各位你有没有威仪 有吗 那基本上的有时候会 会犯 那最具体的就是那个阿南 阿南呢 他在佛陀 如捏盘之后 大家射尊者 就说要阶级经典 然后把所有的人都集合 五百罗汉 对不对 那四百九十九个都已经证到阿罗汉了哦 阿南也在现场哦 可是阿南还没有证到阿罗汉 阿南在那个时候 还是三果而已啊 他还不是四果 所以呢 大家这就把他牵出来 有没有 其实把他拎出来啦 就拎出来呢 就说你就说他犯了这个八个图基罗 好 那其中有几个是什么 譬如说 哎 佛陀的袈裟有一次被风吹起来 他竟然用脚去踩袈裟 有没有 那各位你有没有去用脚去踩袈裟 那有时候那个前面的师兄在走路的时候 你会踩到人家的脚跟 有吗 有的人会专门都在踩人家脚跟的 有没有 那你被人家踩你会有没有不舒服 其实也没有 也是有一点点不舒服 但是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什么 可是有人是因为这样打架呢 有没有 前后排班啊 我就看你不爽 你又踩我脚跟 每次都踩我脚跟 有没有这样 是不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一点点小小的过失 那佛陀的袈裟呢 吹起来 他用脚去踩 没有恭敬心啊 对袈裟没有恭敬心 有没有 那是不是图基罗 这个就是图基罗 举这个例子 那阿南呢 他就说 哎呀冤枉哦 我那时候呢 左手右手都有东西 我怎么办呢 他要用头吗 是不是 他用脚啊 要不然佛陀的夹杂就飞走了 怎么办 所以他就赶快用脚去踩 是真的 他不是故意的啊 他说 他说这个手上都有东西 有没有 就像有时候我们要 要那个拖地板啊 经过佛刊 是不是就很有恭敬心 就拿着拖把向佛引问训 去 是不是不是故意的 但是就习惯习惯性 好 那这个是不是很好玩 因为我们在上厕所啊 每次师父去上厕所就 大家就在厕所 师父阿弥陀佛 就在厕所里面问训啊 是不是就这样 你也不能说 这个地方不要讲 不用理 师父你也来大便哦 这样 就是 就这样子啊 也是很恭敬啊 但是呢 师父你也上这间来 这间先给你上 很尴尬 是不是这样 他是很恭敬啊 他没有过失啊 但是那个就是 有一点点小尴尬 没有注意 这叫土吉罗啦 那你连这个细节 你都能够很小心 都很注意 那这个叫做 持戒啊 持戒啊 持到这样啊 持到那个念头 连那个小小过都可以 无犯 那个就很厉害